Telco Telco Hi 我是Kan 最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到一个东西 就是谁叫什么Telco 谁的网络比较好 谁的网络比较快 还有谁的网络比较便宜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真的是讲不清的 因为我不同的Telco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速度的 像是在我家里面 如果我用Maxis的话是Fullbar的 但是如果我去到一个餐厅的话 DG才是Fullbar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会compare哪个Telco 比较好哪个Telco 比较不好啦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一个全新的配套 这个配套最近在YouTube真的是打广告 打到很火的 它就是DG的Fullfreedom365 它的口号主打的就是 減选更多消费更明智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到底这个Plan 到底可以省多少 可以积明智 一般上我们买新手机的话 都是这样子买的 首先上网做资料 看一些出品文章或者是video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好的钱 第二看看Cade可儿有没有开箱过 就是我本人啦 订阅记得订阅记得订阅 然后呢就考虑从装卖店 网购平台熟悉的电话店 或者是Telco前合约 基本上这四种方法 就是最conven最常见最普通人 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就是去比较啦 去上网看review啦 然后去摸摸啦 去装卖店看家玩家 然后做一下啥秀这样 那DJ的这个新的Plan 叫做Phone Freedom 365 我在网站上面 跟他的官方啊Ban啊 大大个字 寫着一个让你有更灵活 更大 不是 一个让你有更大灵活性 更省钱还有更多上网流量的智能配套 那我自己呢稍微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呢 那我自己呢稍微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呢 我自己就从这个Phone Freedom 365 的配套里面总结出了三个它的优点 第一个就是手机最低从8块钱起 第二个手机配套再走扣 就是rebet 第三手机的价钱加满那个Plan的价钱 比别的Telco更省钱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拆开来一个一个讲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价钱最低8块钱起 像我刚才讲的 Digifone Freedom 365有一个只需要8块钱 就可以买到的入门机手机 所以24个月呢只需要192块 就可以买到一台全新价值939块的手机 也就是说你今天省了747 加上Digifone USB 120的这个通话配套 再另外rebet给你15块 你总共又省了360 所以总数全部上起来你省了1107 Digifone Freedom 365手机配套 果然是The Smart Flare 另外我再给一个例子就是 它有一个每个月88块的旗舰机配套 华为P40 Pro 所以你算起来喔 24个月就是只需要2112 也就是说你省了2387块 最重要的是喔 分期付款工一台P40 Pro 竟然每个月100块都不用 对啊这个东西好像要看你们的钱包啦 也要看哪个配套更加适合你 那如果你想要手机的价格更低的话 这样你的配套价格就会更高喔 那来到第二个point Digifone Freedom 365可以让你折扣高达 600块 比如说你签购P40 Pro的话 88块的手机价加上190块的月费 然后你就可以折扣25块 也就是说每个月你只需要付253块 跟其他100GB的Plan比起来 其实真的有便宜很多耶 只要在签购Phone Freedom 365的时候呢 选择了Digipost Pay 120 160或者是190这三个配套都有折扣 但是Digipost Pay 120可以享有每个月15块的折扣 两年下来你就省了360 这样Digipost Pay 160 你每个月就可以扣20块 两年就省下480啰 这样Digipost Pay 190就有每个月25块的折扣 所以两年你总共可以获得高达600块的折扣 不过我一直重复同一句话 就是配套不是越贵就越好 也不是越好就越贵的嘛 最重要的是哪里了嘛 选老婆就不是越美就越好的嘛 也不是好的就越美的嘛 对不对 这样你是好的还是美的啊 我肯定是越美又好啊 第三个 经过我们真正的去算机是真的算啊 我们对表同单位的配套同样的手机 Digifone Freedom 365真的比别人的折扣更便宜 Digifone Freedom 365 是三大抬扣里面最便宜 最能省钱的配套 不只是通话配套有折扣 就连是手机价哦 它都比别人便宜 比如说是这架3899的P40 Pro 如果你是签120块的配套的话呢 手机价只需要108块一个月 这样24个月就选2592 另外它还有15块的月费折扣叻 所以P40 Pro来做一个例子 然后主要针对三大抬扣 对于这个华为P40 Pro 签购的配套分析 除此之外 Digifone Freedom 365 我还给你 0% upfront 0%利息 Free phone upgrade Digishield 这些全部都是Package的一部分来的 加上两倍High Speed Internet 还有Free IDD Roaming 这些种种的Bonus 这样算起来 是不是觉得其实也算不错一下哦 OK 经过我非常专业 但是又不是太专业的分析之后呢 如果你们对这个配套 还是有一点小疑问 或者不懂得不该买这个配套的时候呢 建议你重新滑上去0.00咯 又重新看到现在这一部分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你应不应该买了 今天的配套开箱就到这里吧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点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看很多好的事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Facebook、Youtube 我是凯能 下次再见 拜拜